香港立法会通过23条立法 预计3月23号实施 内容包含所谓叛国 分裂国家 窃密 禁止与外国政治组织建立联系等 中华民国总统府对这项冲击人群的立法表达遗憾 过去这几年 中共对香港的这个管控 日益加深 尤其他们的以党领政的这种架构 我想已经融入到香港的这个 政府的这个管理里面 他们的法律条文是规定相当的笼统 那执法的情形 我们会密切的来高度的来加以观察 台湾政府关注港人与在港各国人士面临的威胁 对于台人赴港旅游工作的风险 也将事实做出因应 入委会网站设立动态登陆系统 呼吁国人赴港前线完成登记 曾经批评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的情势 或曾经在自己的手机里面有留下相关批评中国大陆的讯息 入境的时候要避免到手机被在留置检查过程当中 被发现这样的问题 国安局市警 台湾人赴港可能因为相关言论就被认定犯罪 而外交部声明 当英美欧盟等对23条立法谴责之际 只有中共表示祝贺 版明是站在国际的对立面 与文明价值的反面 新唐电视胡宗翰刘兹营 讨论报导 这次就能够使用了 我给你捏不到